人居哥 我看完這個新聞 我第一個反應什麼 你一個科技公司 找殯葬處當所謂的公關 太怪了吧 他又不懂網路 又不懂光線 又不是念電機器 可是有人跟我提醒說 正好你太傻了 殯葬的水很深 人中從殯葬處出來的人都是厲害的人 他舉一個例子 台北市前殯葬處副助長王文秀 他的薪水一個月不過12萬左右 他的卡費每個月就30萬 他受訪貸的表是香奈兒的表 一支二十五萬九千塊 他甚至還有錢去幹嘛 供養法師 這會太誇張了 而且他當時這個案子爆發的時候 其實檢調在查的時候 覺得最奇怪的是 他的帳戶裡面只要錢透支 之後立刻就有錢補進去 做這麼好的事 這就厲害了 我透支就是透支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找殯葬處的人 去當什麼公司的公關 這一定都經過高人指點 對 為什麼 你很簡單 你只要想殯葬處是什麼 你會覺得他每天面對的是死人 對不對 對 因為他要活人跟他打交道 因為所謂的殯葬行業 有時候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 我冷凍櫃不夠怎麼辦 我的廳沒有怎麼辦 我如果要量成極事 我連火化都沒有怎麼辦 所以我們習慣腮紅包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環境 好 所以你可以回來看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說殯葬處 為什麼要跟活人打交道 因為很簡單 臺灣人的習俗最簡單一件事 叫人死為大 對 所以你會去跟人家說 不好意思 打個五折 打個八折 不會嘛 通常我們很多的習俗 不好意思 這我們爸 這次是第一次 打個七折 下次第二次再跟你光顧 不要誤導大家 你有這種事情嗎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我跟你講 水深就是在這裡 你會被你爸打死 這件事情就讓殯葬處很多人就會發現到說他真的是肥水中的肥水 為什麼很簡單 以前大家都覺得說你要送什麼清潔隊或幹嘛去弄朋友 我跟你講不是這樣做的 其實當時其實這個檢調請你看他懷疑講說 陳鋒員他利用之前曾經做殯葬處輔會聯絡員的身份 然後去打通藍綠議員關係 因為很簡單 你剛剛講說送錢對不對 有很多不會啦 第一段先遇到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冷凍過不夠 現在排不進去 先找議員啦 很多議員都欠他人情 當然嘛 因為議員的條件 如果家人怎麼樣怎麼樣了 要良辰及時大的聽 就會拜託陳鋒員 所以陳鋒員那個跟議員的互動 底子早就打好了 所以你就是個聰明人 我剛剛講說他為什麼找殯葬處 不是說他裡面水深不深 而是這些人跟各個單位都一定會有關係 說真的你要不要做選民服務 也要 你就算不做選民服務 我們經常會接到 人去哪裡有沒有什麼什麼 可以幫個忙或什麼 你能找誰 當然要找這些嘛 所以你看他去做這個所謂的 他去公司裡面去做顧問的時候 你看曹偉議員就講啊 他說對啊 我只要每次質詢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立刻就陳鋒員的電話就來 水深就在這個地方 再回來講到細節 事實上為什麼大家認為說 殯葬處這個裡面有很多黑色 我說真的 死人是不會跟你開口的 你可以跟活人開口 在去年的時候 臺北市殯葬處就爆發B案 那時候就提到你這個前副處長 叫做王文秀 王文秀就是這位 沒錯 受訪上Pub Radio 帶二十五萬九千塊的香奈爾 J12表 俗稱貴婦表 你可以講說 就是因為他平常這個生活很輕 很輕 就喜歡這個表示有什麼錯嗎 存了兩年 好不容易可以買一個靠場自己 我真的有認識朋友這樣 但回來的是 那你要解釋一下 當時為什麼人家起訴你 你看喔 他說你涉嫌向殯葬業者 索取每個月 每次 每次十萬到三十萬 不同的匯款 你會覺得說很奇怪 這我下面後頭 我跟你講 殯葬業他管得太多了 當時查出來的案子 有什麼你知道 停車場 招標 你想招標 殯葬處管的 你要得標 就來跟他喬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還有我們其實 有些這個縣市 其實有時候會出現這種無名師 無名師 你是不是要處理 我跟你講他們都用標案 這個小小的副處長 他年薪有查出來是一百二十一萬 大概月薪是八九萬 因為公務人員是十三點五個月 所以他大概八九萬的薪水 他這樣幹嘛 現金支付醫美 SPA 買錶 還可以幹嘛 購養法師 這個東西 他可能不吃不喝 就為了要搞這些 那你也繳不出三十萬的卡費 那最奇怪就是這個 你每個月有三十萬的卡費 他沒有欠卡費 你說長官談就算了 你說殯葬處 臺北市殯葬處 十三個人被擠訴 六個人被擠訴 你說殯葬處 他們現在狀況這樣 剛剛講給錢很難 對不對 他們現在有一招 直接把紅包塞在濕袋裡面 沒有人會去查濕袋的啦 你剛剛講那個是副處長 一個人對不對 但是後來發現到 其實他這裡面 老實講這是一個很壞的文化 因為當大家覺得死者為大的時候 你很多東西都希望處理得圓滿 讓你的這個長輩或仙人 覺得就是說不要有後顧之憂 他們居然就用這樣方式 當時檢景姐也發現到說 臺北市第一第二殯儀館 有集體收會 為什麼 就是你剛剛所提到 比如說我遺體進去之後 那我是不是要找人化妝 那我老實講 鮮化找個厲害一點的 我們不是每天接觸這一個 你會問誰 你一定問殯葬處的人 你有什麼可以跟我介紹嗎 你覺得哪一個好 通常這時候都會適時的 不小心的 或者不經意的 甚至很刻意的告訴你 假如說 其實那個什麼人 摸咪人服務不錯 需要紅包討個吉利 那你想想看 我如果推薦哪一家 被我推薦的要不要給我一點好處 不然我幹嘛推薦你 內行 你知道在殯葬處裡面 每天有多少人在那裡放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對於家屬來講 你現在給我做這個服務對不對 有的感心 對不對 謝謝你給我的協助 協助 所以居然就開始發現到說 他們除了跟殯葬業者 來收取這個一千塊到兩千塊的紅包 我給你介銷 現在就變成漏息 甚至還有什麼你知道 甚至組織分工 有什麼 你現在去跟殯葬你拿到 但是做事就是我 這合理吧 這跟雷諾鑽一樣 不可能 大家都要分 所以他就發生到說什麼 你把這個紅包藏在濕袋裡面 然後你今天這個值班的班長 大家統這個收收的你知道嗎 收收的到下班的時候 再分給其他的這個員工 那我剛剛講為什麼叫做漏息 因為可能對這些人來講 他會覺得就是家屬的一個心意 或什麼 他們可能在當下不覺得是收費 可是你知道他最離譜的是 當時檢調查到SOP是什麼 他們除了這個 你不是講說班長 是不是要把這個收起來對不對 他們還做一個統計表 還有Excel 我跟你講他不是統計 那個誰給多少錢 是統計哪些業者沒給 這就是他們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 有收的是自己人 對嘛 你現在 我現在你照整支 你當日是 今日是金字幣對不對 你今天沒有給 我今天這個表做出來對不對 明天要分回去 明天我就不會給你了 我就不會幫你喬了 我幫你喬這些東西 所以這種其實老實講 從漏息裡面 可是從法規再進來看的時候 他就是不應該收的 你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收這種紅包 對這真的是很誇張 我要補充李正浩 剛剛問了一個問題很淺 我瞧不起主持人 他說這個陳鋒員到底是有 這個光鮮的專業嗎 還是有監視器的專業 他做這個工作 他哪需要這些專業知識 他最重要的專業 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的公關 難道不用 他負責任 他負的工作內容 就沒有再跟你講專業 這個世界跟我講的不一樣 就是交際的手腕 如何做公關嘛 雖然我很知錢 有沒有 可是其實我跑過台北市政府 多年前 唉唷 我跑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其實當時就已經知道一個消息 只要殯葬處 他具有分配大權 就是他分配給這家禮儀公司 或分配給那家禮儀公司 禮儀公司都要巴結殯葬處 所以介紹一個case是五萬 唉唷 你說你那個時候物價房子一棟才六十幾萬嗎 什麼一棟 這是台灣跟美國斷交的事 那個是還沒有斷交的事 他美國斷交 我不接受主持人的羞辱 我的意思是說 的確如果你這個專業上面是做公關 然後或者是做這些手腕高交際應酬的話 他真的不會需要這個電線電燃光纖監視器的這些專業 他因為很很有經驗 很知道分配 很知道怎麼樣按捺大家 讓大家都可以 哇 開心開心 所以他才會被台智光給延藍